两国政府均公开的对朝鲜是否拥有核武能力提出了质疑 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情报局一份机密集评估报告的部分内容 11号遭曝光 声称朝鲜已经有可利用弹道导弹投放的核武器 但是美国国防部班人乔什利特尔随后迅速出面降温 称认定朝鲜完全具备核导弹能力的说法极不准确 但是国防部马上否认了 说现在朝鲜可能还没这个能力 这样的消息爆出来到底说明了什么 美国对朝鲜掌握多少情报 美国对朝鲜的核能力还确实是不甚了了 我认为不甚了了 就是说他大部分情报他做出了很多误判 比如说最早的是在小布什接受以后 克林顿跟当时的金正日签了一个核计 提供两个清水百姓堆他启核 然后他们判断听了一些叛北者的一些 不实的一些情报 那么认为他政权支持不了两年 所以他采取了非常错误的一个错误判断 那么就干脆就不给清水百姓堆 50万吨重油不给了 尽管压了把那个压垮 让他不在两年 不到两年时间就要垮台 他希望达到这个目的 最后完全是一个误判 那么现在他轻信一些叛北者的一些情报 这个叛北者的情报 一再证明是很不可靠的 我想这个这次他依靠的又是一些不可靠的情报 判别 因为这个这次从核爆大的记录来说 大家记录看得非常清楚 这个核爆大最大的吨位 个别的虽然有说这个上万吨的 一般都是在六七千吨 那么像这样的一种核装置 爆炸六七千吨 说明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核爆炸 它仍然是一个核装置 而不是一个核弹 核弹 然后把这个核弹 航空如果能扔的核弹 变成小型化 能够放到这个导弹上去扔 那这个还差得很远 我想补充一个视角 就是说 因为这个情报来源于叫DIA DIA是美国国防情报局 那么大家知道 美国一共是十六个情报机构 那么最有名的是著名的CIA 叫中央情报局 当然这个十六个 它上面有个委员会 叫国家情报委员会 就是这个协调机构 但基本上是十六家 它是你计我斗 它们斗得很厉害 现在国防情报局 我觉得这个家伙有点问题的 什么问题呢 现在不是裁军吗 裁军队是吧 它难受 所以它吓唬一下国会 所以我觉得有点夸张 所以这里面背景很复杂 很复杂 关键是这些情报 对于美国政府 最后对半岛下的 什么样的一种行动 起作用吗 因为美国曾经利用假情报 也开展过 发动过战争 有时候它会把自己 给忽悠进去 它会参考这些情报 这个相当危险 像这样子的假情报 就是它如果误判了 误判了以后 美国政府采取的 对朝鲜的一些军事 针对性的一些军事政策 可能就会犯错 比如说美国一再 一再声称 政治上绝对不允许 朝鲜拥合 这种不允许的拥合 表明你是有一定 军事手段作为背景的 就是真正形成了 对美国形成威胁的核武器 我可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把你核武器给你打掉 就包括现在 以色列和美国 对伊朗的态度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所以任何对这种 核情报的夸大 包括对生化这种情报的夸大 可能都会招致一种 过激的反应 是的 我们也看到不仅仅是美国 对朝鲜的情报 感觉到非常的难搞 那么日本其实也是这样 当然日本现在不知道 是不是有意夸大朝鲜 这样的一些行为 所以接二连三出现 内部矛盾的恐怕 对半导局势缓和降温也不利 感谢观看